如何帮助那些被我误导进入法轮功至今任致迷不悟的亲朋好友 这个要首先你自己做个好的榜样 示范给他们看 你回头了 你觉悟了 你才能够引导他们 那么过去我也听北京一些同修告诉我 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学法轮功 那么把我认识佛教介绍给他们 这些法轮功朋友们都来之后有不少真的回头 就把这个讯息再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种误会 有些人念念得很不错 听说念法轮功啊 念在这个肚子里真的有个轮 我说那是什么呢 那是个病态 正常的人哪里会有肚子里怎么会有个轮呢是不是 那不就是个病吗 你怎么能把它消除掉了 它就消除不掉了 那唯一的办法就开刀动手术 把它拉掉了 除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呢 它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 一切法从心相声 所以你们把山西小院这几片看透了 你就明白了 一切法从心相声 天天想个法轮 肚子上有个法轮 天天想个轮 真的就变成法轮 那就出来了 那要命啊 那不是好东西啊 其实是错误 决定错误 哪个正常人 肚子里会有 里头会有个轮呢 所以这个疾病不要怕 癌症更不需要怕 癌症跟感冒没什么两样 癌症死的大概 百分之九十是被吓死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呢 被癌症吓死的 并不可怕 所以你看这个山西小院呢 这四十个人不怕死 不理会他 天天去念地战经 念阿弥陀佛 念上三个月居然没有了 再去检查不见了 都感觉的是奇迹 那就是你不要怕他 没事 他就继续走了 你要是越是觉得他很恐怖啊 那你真的被吓死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对于一些对佛法有误导的 我们要好好去引导他 要让他归如正途 那么纯正的标准 就是佛给我们讲的一些原则 我是把这个难懂 难解释的用最前写的话 写成二十个字 《印光法》是只有十六个字 他老人家一生所修所学所教的 顿伦尽奋 行邪存尘 信愿持名 求生已尽土 这十六个字确实是老法师一生的写照 但他的话的时候不太好懂 我写得更清楚更明白 这都是老师教会的 好